我們早前已經有一個年歷講了 我們是會希望在12月13日 是做一些 因為那天已經國家定了為一個 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公祭日 我們希望學校是可以借一個這樣的機會 去介紹這段歷史 也都是作為歷史教育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正如同其他所有在學校舉辦的課程 或者活動一樣 我們都會盡量為學校提供一些資料 和一些建議 譬如今次的建議我們提供的資料 其實有一些簡報 也都有一些短片 也都有一些其他的文章、閱讀等等 我們都是期望學校可以就住當中的內容 看了之後 看看怎樣能夠找到最適合 不同年紀的學生 或者不同背景的學生 去配合他們 這個和我們以往其他 提供給學校的教材 或者資料的做法都是一樣 所以未來我們繼續都會用這個方法 去為學校提供一些適當的資料 和一些適當的資源 等學校去做好教育的工作 這次的事件 其實可能在社會上引起一些討論 的確我們是需要在教育上面 是更加要配合學生的需要和年紀去做這些事 但是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要在社會裏面做好我們國家歷史的教育 做好我們學生國民身份的培養 這個正正是這次我們開始 或者逐步逐步走出一個重要的方向